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个力大无穷的超人 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可能你这辈子也犯不了身 亲则受皮肉之苦 重则粉身碎骨 这样的女友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 女超人名叫珍妮 江湖人称机构 自从有了超能力 不知道玩坏了多少前男友 这样的体制本不该混混男同志 但偏偏他却耐不住寂寞 闲暇至于总想找个男友 打发时间找点乐 男主马克便是其中之一 地铁上马克被珍妮的美貌吸引 主动上前搭讪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约会 珍妮他埋自己体力超强 问他行不行 马克不屑一顾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 碍于超人身份 约会进行一半 珍妮还得出口控拯救一次危机 只见他身体快速旋转 形成龙卷风 谁也不知道火焰被他吸去了哪里 片刻功夫 珍妮就飞了回来 继续畅谈人生 两人发展迅速 珍妮决定跟着马克回家 可惜出租车不给力 无视马克搭车要求 珍妮可不想被破坏了好事 于是直接施展超能力 把出租车吸了回来 太可怕了 他究竟有多能吸 就这样 马克把珍妮带回了家 殊不知自己才是羊入虎口 只见珍妮火急火燎冲进卫生间 瞬间换上了一身性感睡衣 然后这样 第二天马克只感觉腿脚不太利索 仿佛身体被掏空 他和好机友分享昨晚的经历 而对方却却他应该赶紧分手 他可不想好哥们儿变成一具干食 马克非但不听 下一面就来到珍妮家里 珍妮让男友坐下 还说要给他看点不一样的东西 只见他摘下眼镜 脱下毛衣外套 接着解开衬衫扭扣 露出里面的紧身皮衣 马克以为女友想玩什么角色扮演游戏 直到珍妮拿掉假发 马克这才知道 自己的女朋友居然是女超人机构 别提有多兴奋了 马克立马让珍妮换上超人服 但这还不够 珍妮更加疯狂 直接抱着马克天上飞 实打实地体验了一把云顶缠绕 马克背下的心脏都快炸了 但很快他们的矛盾就爆发了 珍妮控制雨极强 而且脾气十分暴躁 马克越来越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 马克公司有个女同事汉娜 两人打小青梅竹马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一起出差 马克的手指不小心扎了一根刺 贴心的汉娜居然这样 轻而一举把刺挑了出来 真是够厉害的 而这一幕 恰好被查看了珍妮看到 两人大吵一架 马克背下的喘不过气 终于和女友提出了分手 珍妮暴怒 直接摆弯了菜刀 跟着无辜的冰箱一通发泄 马克都快吓尿了 站在一旁像只温鸡 但这还没完 珍妮发出雷射眼 直接将马克心爱的小金鱼 变成水主一样 说完头也不回 冲破房顶飞了出去 从这以后 珍妮总会像索命恶鬼一样 突然出现吓唬她 还迷目张胆 偷躲了她的小汽车 晚上珍妮再次破房而入 让她看看望远镜 并说为她准备了一份分手礼物 不看不要紧 一看肺都要气炸了 自己心爱的小汽车 居然飘在了外太空 不过过瘾 珍妮又发射雷射眼 在马克脑门上 刻下点赞两个大字 无奈之下 马克只好带着帽子去工作 排汇的时候 珍妮再次出现 一阵狂风过后 马克被刮得只剩一顶帽子 实在太尴尬了 就这样 马克被老板炒了鱿鱼 好在懂事贴心的汉娜 一直不离不弃 还在一旁安慰她 好可怕 你朋友不像我 我只会先疼爹爹 马克被感动 两人情不自禁滚到了一起 三秒过后 窗户外传来愤怒的叫骂声 马克拉开窗帘 完蛋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的女超人 前男友另寻新欢 她居然拎着一只鲨鱼 主动上门住客 这只鲨鱼也是很有灵性 专门追着马克摇 马克差点就贯挡绝孙 好在自己的动作快 鲨鱼一个扑空掉了下去 这刻把县女友吓得不轻 出于考虑 她让汉娜找个地方暂时避雨 结果自己刚下楼 就被两个壮汉拉上了车 男人自称博士 是前女友的初恋 原来他们俩打小就一块长大 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这天晚上两人正在约会 空中突然划过一道流星 正好落在两人面前 好奇的珍妮主动将手伸向雨时 不出意外 意外果然发生了 陨石郁寒的超能量 居然转移到她的身上 珍妮如同脱胎换骨 飞机场变成大峡谷 皮肤也变得紧致光滑 就连头发也变成了金色 从走人身就像开了挂 屌丝男友也和珍妮越走越远 这么多年过去 她终于找到可以吸收超能量的陨石 只要想办法让珍妮靠近陨石 便可以让她成为普通人 这样马克就不会受到威胁 于是 这下好了 两人同时 获得了超能力 两个女超人为了一个男人 争风吃醋 在冲人面前拼个你死我活 他们从地面打到天上 抛头发 撕衣服 无所不用其极 两人一直打到时装秀现场 好在马克冲了出来 制止了争斗 他把博士叫出来 并告诉珍妮博士和你才是命中注定 还说家里摆满了他的照片 在马克的窜跺下 两人凑成了一对 影片最后 四个人成双成对 同时城市里又多了一位女超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女超人你敢带回家吗 谢谢大家